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都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東西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恆星 恆星韓韓國恆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土 planet 閒星 如果要讀得誇章些 閒星 閒路過閒 我現在是說 恆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是啦 這樣的行星 那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OK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罪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啦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的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是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事不宜時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到雙子男雙子女 無論是上星雙子還是太陽雙子 農曆四月 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主要是講感情的 不一定是愛情的感情 無論是愛情 還是友情 但是像不像家人的親情 都可以的 總之是人與人之間的情 這樣就會去到一個瓶頸位 一談死水動不了 所以我就說 可不可以是講家人 但是你和家人的感情 其實不會特別去發展 是這樣的 不會有什麼瓶頸位 所以比較容易的解讀 就是愛情 所以我接下來會用愛情去解讀 但是不一定是說愛情 就算友情也可以 例如你很想和一個朋友去發展 做得越來越好朋友 但就走到一個瓶頸位 但我始終都相信這些情況會比較少 我用一個愛情去解讀 主要就是 因為大家都好像走到不知道想怎樣 就算不一定是新的拖友仔 就算是老夫老妻 都會有一些我們所謂的七年之養 我們下一步已經是怎樣 還有沒有當初的火花 還有我們這個關係 還可不可以令到大家進步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有人說 一個好的關係 其實是應該令到大家相負相成 你又去Lift我 我又去Lift你 令到大家都變得更好的人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關係 但是Sorry 在這個農曆四月 相似的朋友會發覺自己 是你們珍視的一些關係 你們珍視的一些關係 你會覺得 咦 最糟糕的情況 當然是你們倆都在拖垮大家 但是 否則的話 好像覺得 我們走下去想怎樣 我們這個關係有沒有未來 還是 是不是好像 我當老夫老妻 好像你有份工作 我有份工作 然後一至五忙打工 然後星期六日 星期六又去玩 星期日又在家打機 然後我們就老死 如果沒有小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 可能就是 我們一起照大小朋友 等他畢業 等他成家垃圾 我們又一起老死 你們會想到這些東西 你們會開始去想 究竟走下去會怎樣 但是就會覺得 真的沒有了一個前景 會比較影響自己的情緒 好 但是不要太不開心 這裡主要是講一些比較心理的東西 我反而會說 沒有這個好消息 其實整個農曆四月 都不是說有什麼大件事 會影響到你們 最多 都是 情緒比較不穩 而且 好幸好 也不是說 這個關係會有什麼破裂 不是說有第三者 不是說你們會離婚 什麼的東西 所以 不幸中之大行 都不要太過擔心 各位雙子的朋友們